好 我们刚刚讲了啥呢 民事法律行为的无效 是吧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有四个情形 这个没能力 然后假情义 然后俩坏人 然后违法律 一共是这四个情形 导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那我们刚才说了 民事法律行为生效三大层次 还记得哪三大层次吗 有能力 真性情 还有守法律 是吧 有能力 真性情和守法律 好 我跟大家说哈 这三个层次呢 当然守法律这个没有什么好质疑和挑战的 你违法的一定是无效 那我们说啊 在生效和无效中间啊 无效就是没能力 假情义 还有违法律 当然还有一个俩坏人啊 好 在这个生效和无效中间 其实还有一个中间状态 你比如说从真性情到假情义中间 它不是生效 也不是无效 它有一种中间状态 叫做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有人说什么叫做中间状态呢 你比如说啊 这个情况 咱们刚才说了 虚假的意思表示 无效 是吧 你比如说假设我想买的是飘香半面 但是我非得跟别人说 我要买卖的是毒品 那你说我这个 我真实的目的是买卖飘香半面 但是我就为了自己吹牛 我跟别人说买卖毒品 那你看我表达出来的 跟我真实想做的这个完全不一样 这种呢叫做虚假的意思表示 那什么叫做可撤销呢 你比如说我是想买飘香半面 我想买一份 然后呢我这个屁股坐在手机上 我点了一半屁股坐手机上了 都刷 这个点成了一千份 然后我迷迷糊糊拿起来付款 书里买一看 怎么付了好几万呢 一看我点了一千份飘香半面 这种情况下 你看我是想买飘香半面吧 是 但是呢 这个数量不对 我跟商家之间 有这个重大的误解 所以呢 这种叫什么 假 但不完全假 但是用一个流行的术语 这不叫术语 流行的用语 这虚假的意思表示 但不完全假 我意思表示呢 有一定的瑕疵 我是想买半面 但是呢 数量输错了 对 这种情况下 我们认定它属于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那一会儿我们会讲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 有哪些类型 然后呢 我们说有能力 没能力 中间 也有一个中间状态 你看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独立做出的民事法律行为 有效 那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独立做出的民事法律行为 无效 那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呢 独立做出的 非纯获利益的 非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 民事法律行为 讲过了 叫做什么呢 效力待定 所以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呢 也是介于生效和无效中间的 它主要是能力呀 资格方面有一定的下思 除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之外 咱们一会儿讲还有无权代理 后面还会讲无权处分 等等这些行为 它的效率都是效力待定 所以啊 它这个民事法律行为 生效 无效 效力待定 可撤销 它不是瞎规定的 不是为啥重大误解 显示公平 欺诈 胁迫 都属于可撤销呢 这都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四类行为啊 它都属于依次表示的瑕疵 那这个效力待定的行为呢 往往是行为能力的瑕疵 或者是其他资格资质方面的瑕疵 那 那 违法和守法中间没有 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法律是一条线 你不能在法律的违法的边缘试探 还记得那个鸟有一个爪 那个表情包吗 不能试探 所以守法和违法是用明确的界限的 要么有效 要么无效 好 这是给大家补充的一块 咱们可以从第32页开始看 这个民事法律行为的可撤销 好 导致法律行为可撤销的事由 重大误解 行为人 对行为的性质 对方当时人标的物的品种 质量 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 使行为的后果 与自己的意思相悖 造成假大损失 我刚才讲的屁股坐那个手机上了 那飘香拌面 就是一个类似的情况 还有一个什么呢 我们再看看例子 某在线教育公司员工上线某课程产品 产品定价应当是1118元 但该员工误输为18元 王某发现该漏洞并立刻下单了100份该产品 在这种情况下也属于重大误解 他想上价 想上价的价格呢 是1118 但是输错了 输成了18 其实这个员工或者说这在线教育公司 想表达了出来的意思表示 是我这个东西 卖1118元 但是上升18了 好 王某发现并立刻下单了100份该产品 那我同学说 为什么我们认定 这种民事法律行为叫可撤销呢 为啥我认定它叫可撤销呢 为啥不直接认定它无效呢 他这意思表示有瑕疵 为啥不直接认定它无效呢 有可能 比如对于这个公司 他卖18块钱也赚钱 有可能每1118他一个都卖不出去 18块钱多卖了1万个 赚了18万 还挺开心的 赚的比那个卖1000多还多 没有编辑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 那人家有可能他不愿意撤销这个行为 想让这个行为坚持下去 也有可能他觉得 这虽然这个赔是赔了点钱 但是起到了宣传作用 很好的扩散作用 是这样吧 所以呢 给他一个选择权 可以撤也可以不撤 好 第二个 欺诈行为 当事人一方故意编造虚假情况 或隐瞒真实情况 使对方陷入错误 而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 做出意思表示 来我们来看一下 刘某将后院摘得的蘑菇 说成是灵芝 你看刘老师这个脏心滥费 骗郭某以高价买下 咱们这郭老师也是 傻白甜 此时该买卖合同 基于刘某的欺诈行为 而成立 应属可恶撤销的法律行为 这里边我们刚才说了 欺诈行为 一个坏蛋 一个傻蛋 这里边刘某是坏蛋 郭某是傻蛋 对我们这个都是剧情需要 没有不止这个真实世界当中的人物 好 那本例 与这个 他们的差异呢 本例当中 刘某是故意欺骗郭某 所以他叫做欺诈 上面那个在线教育员工呢 并不是有意欺骗消费者 而是进行了错误操作 所以他叫做重大误解 好 这是欺诈行为 第三个 胁迫行为 以给公司或其亲友的生命健康 荣誉 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 或以法人的荣誉 名誉 财产等造成损害 相要挟 迫使对方 做出违背真实意愿的意思表示 来看一下 贾欲低价购买已收藏的一幅古画 以不允许 那贾声称 你不卖我画 我就公布你的不雅视频 所以你看 不是我这个 这么爱开这种玩笑 现在命题人也出这种题 以被迫 与贾 定例 买卖合同 那根据合同法律制度规定 该合同效力为 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所以也跟大家说一下 你看咱们考试 驻快考试 还是比较爱出这种案例题的 咱们讲义上有挺多 他有技术指数好题当中都有 为什么我们要 这个说要理解 要应用 老老同学说 老师我把这背下来 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 你都给我背 把这双字 所有都背下来 你能把这条题做出来吗 你还是得理解 得会用 咱们考试爱考的是这样的题 那所以呢 这属于胁迫 导致民事法律行为可撤销 那 好 再往下 最后一个 显示公平 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 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 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 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 明显违反公平原则的 民事法律行为可撤销 比如说比较典型的 这个叫什么 趁人之危 我这个 比如说 某个人 家里有人得了癌症 患了重病 结果这时候有人去了 你们家这不是有个花瓶吗 我看这花瓶不错 是吧 市场价100万 那个5万块钱卖给我吧 是吧 你就急需这5万块钱 你卖给他了 这种呢 叫做趁人之危 它其实显示公平 利用一方处于危困状态 或者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 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 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 明显违反公平原则 但民事法律行为可撤销 刚才还有同学在问 欺诈胁迫 为啥不直接无效 我跟你说 你比如说这个同学 叫萌萌同学 我给你举个不太好的例子 你比如说有人给你关起来了 比如你们家有个房 这萌萌同学是个富豪 家里在北京东三环 还有一套房 有人把这萌萌也关起来 胁迫你 说 你这房子你低价卖给我 你卖给我 我就给你放了 要不然我就一直给你关这小黑屋里 在这种情况下 比如这个双方 在哪一年呢 比如说某一年吧 什么2020年 某一年 给萌萌关起来了 这市价5000万的房子 我让你4000万卖给我 好 你在我的胁迫之下 你跟我签了这个房屋满卖合同 是吧 后面我这个强迫你 就跟我办理过户啊 什么一套手续就完了 理论上来说 我这叫一个什么 基于胁迫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你的意思表示有瑕疵 这个叫做一个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但是我跟你说 如果这个合同签完之后 房市暴跌 你这个4000万的房子 你别说5000万的房子 你别说卖4000万了 你卖3000万都没有人要 市价就2000万 那你愿意撤销吗 你不愿意撤销吧 对吧 直接宣告你这行为无效 这房屋所有权转上无效 你乐意吗 你不乐意啊 对吧 原来值5000万的 现在就值2000万 我这胁迫你半天 我还赔了2000万 是吧 所以啊 你看在这种情形下 应该给当事人一个选择钱 让他可以选择 你是撤销还是不撤销 因为市场经济啊 本身市场本身是千变万化的 明白了吧 嗯 好 所以重大误解 显示公平 欺诈 胁迫 这四种行为呢 属于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那好 那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情形 那我们给大家讲完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那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来 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 在撤销前已经生效 哎 这是不是跟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它的一个核心区别呀 那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叫做自始无效 对吧 那可撤销的呢 在撤销前已经生效了 那好 之后呢 有两种走向 如果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 那么该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速极至行为开始时无效 速极至行为开始时无效 这句话不理解是吧 没关系 一会咱们有个例子 那后面 如果撤销权人 未在规定的期限内行使撤销权 或者放弃撤销权 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将终局有效 不得再被撤销 这个期限 我们一会也会单独给大家讲 那 好 后面啊 这个 呃 我们 来看后面一条 可撤销法律行为的撤销权 由撤销权人行使 这意味着 那撤销权人可以选择是否行使撤销权 你可以撤 也可以不撤 这才对应了 咱们刚才两个不同的结果 两个不同的走向 你要么撤了 好 追溯指行为开始时无效 你不撤 来 或者明确放弃撤销 那好 那就终局有效 不得再被撤销 那 好 第二个 人民法院不得主动干预撤销权的行使 啥意思啊 来 我们说无效的法律行为 违法更加严重 无论当事人主张与否 人民法院都可以在发现相关事实情况后 主动宣告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当事人都无权干预 但是可撤销呢 怎么说啊 这事儿有撤销权人自己来判断 你愿意撤就撤 你不愿意撤就不撤 人民法院不会主动干预你撤销与否这个选择 好了 上面讲了一大堆 咱们来看一个案例 刘某将后院摘一朵的两朵蘑菇 说成是灵芝 骗郭某以高价买下 2021年1月1日双方约定 刘某应于2021年的1月10日 先将一朵林芝交付给郭某 那好 1月1日 和同成立 然后1月10日 咱们叫什么 部分旅行 先交付一朵 你看这案例多专业 这灵芝论朵 好 那刘某应于2021年的2月1日 这个交付另一朵 好了 达成上述约定后 刘某 郭某2021年1月11日 约定旅行 那1月10号交付了一朵林芝 这个郭某也交付了一万块钱 那 然后2021年的1月15日 这个叫什么呢 东窗事发 哎 郭某发现了 原来刘某卖的只是寻常的蘑菇 你看咱们这个 这个 这个郭老师 1月10号给了他一个蘑菇 15号才看出来 原来是个蘑菇 不是灵芝 对 郭某发现 原来刘某卖的只是寻常的蘑菇 并不是灵芝 那1月25日 郭某依法撤销 前述的买卖合同 好了 我这个时候问你 他依法撤销之后 他第一次履行的这部分 交付的这一朵蘑菇 和这个一万块钱的价款 哎 这部分要不要返还原物 要不要返还价款 要能理解吧 为啥呀 我们这刚才告诉你了 那如果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 那么该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速极致行为开始是无效 哎 也就是速极致最开始的时候 那你们之前已经履行的部分 怎么样 应当返还原物 应当返还价款 那首先刘某撤销该买卖合同之后 那未履行的部分自然无需再履行 所谓速极致行为开始时无效 意味着该买卖合同被撤销之前 双方进行履行应当恢复原状 即郭某将拿走的蘑菇还给刘某 刘某将收走的一万元钱还给郭某 明白了吧 所以啊 这个用成语来总结一下 撤销权的行使呢 并不是既榜不救 而是要秋后算账 速极致行为开始时无效 那这个案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这是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后面咱们来看一下撤销权的行使 撤销权的行使 撤销权是权利人以其单方的意思表示 即无需相对人同意 来告诉我 撤销权的行使是一个什么民事法律行为 什么民事法律行为 对 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来行使撤销权的 撤销的意思表示 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表示 是一个有相对人的 还是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嗯 这大部分大家都很好哈 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是吧 嗯 没问题哈 好了 那我们再往下看 行使主体 刚才我同学问了 欺诈胁迫的谁能撤销啊 我们说对于欺诈胁迫 导致可撤销的法律行为 只能由受损害方行使撤销权 只能由受损害方行使撤销权 我在这提示一下哈 这个欺诈胁迫 其实也不一定是合同当事人 进行的欺诈和胁迫 你比如说啊 刚才我举了个例子 我把一个同学关屋里 然后跟他说 你把你这房子卖给我 我就把你放出来 是吧 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人 比如小金老师 把这同学关屋里了 然后呢 跟他说 你不把这房子卖给崔宇 那我就一直给你关着 这样也是可以的 这个也构成 胁迫导致的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三人胁迫 而不是合同双方当事人胁迫 欺诈也同理 无论是当事人胁迫欺诈 还是第三人胁迫欺诈 都是只能由受损害方行使撤销权 好 行使方式诉讼或仲裁 换言之 仅凭当事人的通知 不能达到行使撤销权的效果 好 勇同学院 去年我还是看到一个很好的问题 勇同学院说 不是人民法院不能主动行使吗 这前面不是写了吗 是吧 人民法院不得主动干预撤销权的行使 这是怎么又告诉我 这个必须只能依诉讼或仲裁呢 这俩冲突呀 这俩冲突吗 你们想一想 这俩冲突吗 这俩不冲突啊 这俩不冲突 人家只是告诉你这个撤销权 你想行使 你必须去起诉 必须去起诉 但是 这必须是你告诉人民法院 有撤销的事由 让人民法院去撤销 人民法院自己的时候就装傻 人家装作不知道这个事 你告诉我 我就去做 你不告诉我 我就不做 所以这两句话本身是不冲突的 那不冲突的 那好了 这是关于撤销权的行使主体和行使方式 第三个 咱们说行使期限 那咱们刚才讲了 这有一句话 对吧 如果撤销权人没有在期限内行使撤销权 或者放弃撤销权将终继有效 那自然而然也就知道了 撤销权的行使本身有一定的期限 那来看一下 撤销权的行使期限 因导致法律行为可撤销的事由而易 那重大误解 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 这日起90日 那欺诈和显示公平 都是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 这日起一年 那最后这个胁迫哈 稍微有点特别 稍微有点特别 胁迫呀 就是最典型 就我把这个别人观无理这个情况 这个胁迫行为 它有可能是一个持续的行为 是吧 比如欺诈呀 重大误解显示公平 它很可能都是一个持点的行为 一瞬间 但胁迫呢 有可能是一个持续的行为 所以我们这个期限的起点 是从胁迫行为终止 那你不终止就起算的话 人也出不来呀 对吧 人怎么去行使撤销权 没法行使 对吧 所以必须自胁迫行为终止之 起算一年 那 起算一年 那 好 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 明确表示 或者以自己行为表明 放弃撤销权 或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 发生 之日起 五年内 没有行使撤销权的 撤销权消灭 所以除了有上述 这个 从知道 应当知道 撤销事由 还有胁迫行为终止 之日起算的 这个期限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五年的 这个叫做 最长期限 其实咱们 撤销权的期间 是这样的一个规定 诉讼时效 咱们一会会讲 也是一个类似这样的规定 那 来看一下这个题 2021年的1月1日 张三被李四欺骗 以1万元的高价 买下了一颗玻璃球 这个李四也是个傻蛋 这张三是坏蛋 自该法律行为发生之日 2021年的1月1日 张三行使撤销权的最晚实现 是5年之后 2026年的1月1日 你看他是行为发生之日 其5年 是吧 是这样吧 所以最长的 2021年的1月1日 最长的是到2026年的1月1日 好 假设这张三 这个后知后觉 2025年10月1号 才发现 到自己手里的是一个玻璃球 不是个叶明珠 2025年的10月1号 才发现上当受骗 虽然受欺诈方 行使撤销权的期限 是知道被欺诈之后一年 理论上能到2026年的10月1号 对吧 但是不好意思 人家最长是行肥发生之日期 5年 最长才到2026年的1月1号 所以他行使的期间 只有中间这几个月的时间 他只有中间这几个月的时间 明白了吧 嗯 好了 那我同学说了 这个考试 如果关5、6年的咋办 我跟大家说 咱们学经济法 不要钻这个女脚尖 因为咱们只学民法部分 那关5、6年呢 那又不是咱们民法管的事 那刑法给你管 那你把你这个坏蛋 赶紧给你抓起来 不要再危害社会了 这跟咱们驻快经济法考试没关系 如果大家每一个知识点 都这么发散的想一大堆 这个咱们有很多的问题 是咱们学的民法的范畴解决不了的 那我又不能在这给你讲这个刑法 是吧 所以咱们关注考点 关注考题 嗯 好了 来 咱们看一下 这个2018年的单选题 那根据民事法律制度规定 下列关于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A选项 行为在撤销前已经生效 对吗 对的吧 就是行为撤销前已经生效吧 这是可撤销跟无效的一个核心区别 那第二个 撤销权可由司法机关主动行使 这对吗 这不对吧 不能由司法机关主动行使吧 应当是由撤销权人自主决定 是吧 第三个 撤销权的行使 不受时间限制 那刚才那表格讲啥了呢 就是讲实现了 D选项 被撤销行为 在撤销之前的效力不受影响 不受影响吗 也受影响 得把那蘑菇还回去 是吧 得把那一万块钱还回来 所以 速极致行为开始时无效 所以 A选项 是正确的选项 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再总结一下 一共四种情形 重大误解 显示公平 欺诈 这四种情形呢 有一个共通之处 都是意思表示 不完全真实 意思表示 存在一定的瑕疵 可由当事人自主选择 是撤销 还是拒绝撤销 不撤销 那这是可撤销的 民事法律行为 嗯 好 后面咱们来看一下 第34页最下方 法律行为的效力待定 法律行为的效力待定 第三人 胁迫 欺诈 有没有啊 刚才讲了啊 刚才说过了 来 法律行为的效力待定 呃 效力待定啊 其实比可撤销 大家应该已经熟悉了 咱们前面已经反复提及过了 哈 比如说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 民事法律行为 哎 就咱们昨天讲的 这个熊孩子行为 熊孩子行为 就是一个 效力待定的 民事法律行为 那 然后无权代理人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这个我们一会会讲啊 在代理那一部分 在八月开了揉碎 给大家讲 那没有代理权的 超越代理权的 还有代理权终止之后 实施着代理行为 哎 无权代理行为 其实呢 咱们后面还会讲 比如说 代理权滥用的行为 那 有两种 也是 效力待定 还有咱们物权法当中会讲 无权处分行为 本身也是 效力待定 那 效力待定啊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刚才讲过 它往往是行为能力 有一定的瑕疵 资质方面 有一定的瑕疵 你看它没有代理权 资格上有瑕疵 是吧 没有处分权资格上有瑕疵 哎 这种行为 构成效力待定的 民事法律行为 那 那效力待定的 法律行为的效果 是什么呢 成立时生效了吗 成立时生效了吗 尚未生效 要怎么样才能生效啊 追认才能生效 哎 你看 它跟可撤销 正好是对着的吧 对吧 可撤销的是 撤销之前 已经生效 是吧 撤销之后 让整个行为无效 效力待定呢 正好反过来 哎 追认之前 尚未生效 一旦追认 整个有效 诉及自开始时 就有效 明白了吧 所以 你看效力待定 跟可撤销 正好是一对 它的造成的原因 和事由也不一样 那 追认的意思表示 本身自 报答相对人时生效 追认的意思表示 生效后 民事法律行为 自成立时起生效 一会儿还是 我们看一个例子 你就明白了 那 好 现在来告诉我 追认行为 是一个什么行为 追认行为 是一个什么行为 单方还是双方的 单方面是 法律行为 是吧 那追认的意思表示 是一个有相对人 意思表示 还是无相对人 意思表示 一样的 也是一个 有相对人的 意思表示 没问题 好 那如果说 追认的话 诶 诉及 自行为 开始时有效 那如果拒绝追认呢 自成立时起 无效 那这个是 效力待定的 民事法律行为 来 咱们还是看一个案例 2020年的1月1日 年仅15周岁 智力正常的 张小三 好 告诉我 他是一个什么 民事行为能力人 他是一个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对吧 为了祝母亲 张三生日快乐 在某奢侈品店 购买手提包一个 价格为5万元 本例中 张小三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且该交易的金额 显然 与其年龄 智力 精神状况 不相适应 因此 该买卖合同 为效力待定的 法律行为 来 张三呢 是张小三的母亲 也就是说 是他的法庭代理人 张三的追认与否 影响上述行为的最终效力 也是两个路径 那 审则一 假设张三之行后 于2020年的1月3日 向奢侈品店老板 追认上述行为 则该行为 自成立时期 也就是从1月1号开始 就生效了 那 明白了吧 好 然后 假设张三之行后 于2020年的1月3日起 向奢侈品店老板 拒绝追认上述行为 则该行为 自成立时1月1号起 机翼无效 如果说在1月3号之前 已经发生了支付货款 支付皮包 那这样的情形 那需要双方返还 返还原物 返还价款 恢复原状 那 大家就关注这个 有小三是吧 大家关注点都很奇妙 好 后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追认行为 咱们刚才讲了 撤销权如何行使 那我们也要看一下 追认行为如何来实施 来 追认的实实 追认权也凭 也是仅凭有权追认主体的单方面 意思表示 就可以使效率带定的合同 转为有效合同 换言之 追认属于一个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那 追认主体 熊孩子行为是法定代理人 无权代理 这一会儿咱们再讲 他是被代理人 可以去进行追认 好 追认期间 相对人可以催告 法定代理人在30日内予以追认 什么叫做催告啊 你看啊 比如那商场卖包的 他着不着急啊 人很着急 你看人家卖包都有提成 都有业绩啊 对吧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一个包 你到底这个你别耗着我 大姐 是吧 你家孩子干这事 你到底认不认呀 你赶紧告诉我 是吧 我们这得核算业绩 是吧 我就等着这发工资呢 这个你要是这个不追认啊 你要是不追认 我就钱就不花了 没那么多钱啊 你要是追认 我就成了一个大单啊 我就赶紧提前消费点啥 我也买个包啊 所以呢 相对人可以催告 法定代理人在30日内予以追认 明白了吧 那予以追认 还有啊 你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15岁的小孩 他在饿了吗 上点了一桌满汉全席 一万块钱满汉全席 这很明显啊 也与其年龄 智力 精神状况 不相适应 是吧 在这种情况下 人家饭馆更着急啊 我是给你做 还是不给你做呀 对吧 你不告诉我一个最终的结果 你事后来说 我违约 那我不认 所以我得赶紧催着你啊 你赶紧告诉我 这满汉全席 你是要还是不要啊 你要是要的话 我就去买材料 你要是不要的话 快过年了 我赶紧放假了 所以相对人 有一个催告的权利 30日内 如果说法定代理人 被代理人 没有做表示的 我们是为什么 拒绝追认 来告诉我 这里面是 没做表示 是为拒绝追认的 我们用法律的语言 给他做一个定性 这句话表示什么 沉默可以作为 意思表示 是吧 这是基于什么呀 我们说基于双方约定 法律规定 符合交易习惯的 沉默可以作为意思 表示 这是三者当中的哪一个 这也是法律规定 这也是法律规定 好 再往下 这个效力带定 民事法律行为当中 有一个特殊的权利 叫做什么呢 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 还是刚才那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满汉全席 我作为这个饭馆的商家 我不知道在这上面 点的是一个小孩 我看起来 我还以为是个大人呢 谁知道 这个张三是个小孩啊 是吧 谁知道张小三是个小孩呀 是吧 我以为他就是个小三呢 是吧 小三也不是指小孩 都是指成人 是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是一个善意的相对人 我不知道做出这个下单满汉全席行为的这个人 是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我是一个善意的相对人 那我 你看我在等的期间 我不一定只能坐以待毙 那我可以干啥呢 我可以行使一个撤销权 民事法律行为被追认之前 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 咱你别败撤了 我等不了你 不等你的结论了 我们这饭馆快放假了 我赶紧给你撤销了 我善意 我有礼 我给你撤销了 然后咱俩这个此生不复相见 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做出 那我可以问了 什么叫做这个善意相对人呢 来我们看一个案例 民法中的善意 恶意 一般只行为人对于导致争议的事实是否知情 知情就是善意 不知情的 知情的就是恶意 不知情的就是善意 假设我们刚才买包的这个案例当中 张小三 这个长相啊 打扮的都十分成熟 看起来像个大学生 这个一听更怪了 这个 收入品店老板李四 本质一般人的社会常识 都会认为张小三是一个成年人 那 则李四对导致该买卖行为 效力带定的情况不知情 我们就认定他属于善意相对人 那 因此张小三的母亲张三 追认该行为前 善意相对人 李四可以撤销该买卖行为 那李四行使该撤销全时 呃 被撤销的买卖行为尚未生效 仅凭通知即可撤销该行为 明白了吧 这个就叫做善意 那 好 那效力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那 这张永远不会忘 行 主要有这个小三是吧 大家一听这些就开心啊 好 第四个法律行为无效或被撤销的 呃 法律后果 无效的法律行为呢 自使无效 可撤销的法律行为被撤销后 也自使无效 我们刚才说了 这叫恢复原状 呃 损害赔偿 清理条款 保留 如果有其他法律责任 比如说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 那也要承担对应的法律后果 那 所以通常咱们考试范围内啊 就是恢复原状 那如果坏了 那就刚才同学说 蘑菇烂了怎么办 什么这些呢 那就赔偿损失啊 大家价款相抵啊 等等这些 那呃 那诉讼仲裁条款要保留 啊 毕竟已经发生争议了吗 其他法律责任 咱们刚才同学反复在问的 那关六年 是吧 这不能行使撤销权怎么办 那这个 关押人 被这个 关押行为的行为人 他要承担刑事责任了 啊 咱们就别掰扯这个 撤不撤销 买房合同了 这都给你关了六年了 是吧 先给抓紧再说 他要承担刑事责任了 那 好 呃 这个是我们 民事法律行为的 无效 可撤效 和效力待定 那和效力待定 好 最后 这一节的最后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负条件法律行为 和负期限的 法律行为 呃 这一部分呢 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 我就给大家一个 一组数学公式就可以了 那 我们说啊 什么叫做负条件 什么叫做负期限呢 咱们要来看 他所负的这个事情 发生的概率 哎 P在数学上指概率 是吧 哎 我们有三个情形 嗯 有这三个情形 这三个情形 大家看不懂 对吧 我给你举三个例子 柳蓉老师 哎 跟我说 呃 这个崔宇啊 这我看你小子不错 是吧 太阳打西边出来 我就送你一万块钱 你看 他是不是负了一个事情啊 他想赠予我一万元钱 对吧 但是 他负了一个太阳打西边出来 这叫条件吗 这个不叫条件 为啥呢 因为这个发生的概率 等于零 对吧 所以呢 这柳蓉老师在跟我开玩笑的 其实代表柳蓉老师很抠 他就是不想赠予我钱 是这个意思吧 他既不叫做负条件 也不叫做负期限 哎 这种所负的内容 哎 他啥也不是 哎 就是跟我开个玩笑 啊 好 再往下 什么叫做P大于零 小于一呢 对 柳蓉老师跟我说 哎 这个崔玉啊 你还不错 那北京下次下雨的时候 对不对 北京一个礼拜之内 如果下雨 我送你五千块钱 你看 你知道北京一个礼拜之内 下雨还是不下雨吗 有可能 哎 你看这评论同学说的对 那有可能 哎 有可能下 也有可能不下 是这样吧 你看 北京一个礼拜之内 下雨这件事 发生的概率大于零 小于一 是吧 所以 这是一个叫做条件 发生的概率大于零 小于一的事 这个叫做负条件 那 还有 柳蓉老师跟我说 哎 崔玉啊 你小的不错 是吧 北京下回下雨的时候 我送你五千块钱 下回下雨的时候 我送你五千块钱 这个叫做什么呀 北京 咱们这个北京 目前所处的这个地区 这个基本上每年都下雨 是吧 早晚会下雨 你撒哈拉沙漠前两年 还下雨了呢 是吧 所以北京要下雨 这件事 它是一定会发生的 概率等于一 一定会来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 负了一个七仙 明白了吧 所以咱们通过 这个数学算式 把负条件 负期限的 民事法律行为 就弄明白了 那有朋友说 如果小金老师呢 小金老师不会送我钱 小金老师说崔雨能不能借我五千块钱 肯定就是 就进行这样的一个意思表示 对这期限不确定 这个是可以的 期限不一定 非得是确定的时间段 好 那我们先有一个感性的认知 啥叫负条件 啥叫负期限 明白了 来咱们来看具体法律上的说法 负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是指民事法律行为中规定一定条件 并且把该条件的成就与否 作为民事法律行为 发生效率或者消灭的根据 那这个刘仲老师要借我五千块钱 如果说北京一个礼拜之内下雨 好 他的这个赠雨就生效 就得给我钱 负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是指当事人设定一定的期限 并将期限的到来 作为效率发生或消灭前提的民事法律行为 他设定的期限 就是北京下次下雨之时 给我五千块钱 条件未必会满足 意思就是概率大于零小于一 期限一定会到来 就是概率等于一 好 这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咱们再巩固一下 这例子很有意思 甲雨底约定 丙死亡后 甲将一座挂钟送给一 那这死亡我就给你送终 这个咒骂他 其实是 好了 人固有一死 是这样吧 所以死亡 这个事是不是一定会发生 至少在当下的科技水平下 一定会发生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复期限 好 下面 甲雨已约定 并结婚时 甲将一顶帽子送给一 我们并没有这个 在本例当中 没有说明这个帽子的颜色 甲雨约定 并结婚时 甲将一顶帽子送给一 好 结婚 你会结婚吗 人一定会结婚吗 有好多人不结婚吧 现在不结婚的更多了 所以 结婚这件事情 发生的概率 是大于零 效于一的 对吧 所以呢 这里叫做复条件 明白了吧 虽然都是赠予的合同行为 但是前面是复期限 后面呢 是复条件 好了 后面咱们来看一下 复条件法律行为 几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 不得复条件的法律行为 你比如说 法定抵消 不得复条件 这个咱们第四章合同 里面会讲 还有条件 如果违背社会公共利益 或社会公德 结婚复条件 离婚复条件 那这原则上不行 好 第二个 可作为法律行为条件的情况 那这个民主法律行为 所复条件 既可以是自然现象 事件 也可以是人的行为 但是必须是将来发生的事实 过去的事实 不得作为条件 已经过去了 已经验证了 要么就是成立 要么就是不成立 对吧 必须是将来发生的 另外 必须是不确定的事实 第三个 禁止当事人约定的条件 条件不能是法律规定的 你比如说 咱们刚才讲了民事法律行为生效 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具备对应的行为能力 意思表示真实 不违反强制性规定 不违背公序良俗 一共具备这三个条件 这叫做负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吗 不是 这是咱们法律规定的条件 那我们这里所说的 负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仅指当事人约定的条件 那当事人约定的条件 明白了哈 然后最后一个条件必须合法 什么叫做条件合法呢 你比如刘永老师 哎呀 崔雨你这小子看你不错 你把你胳膊泻了 我给你5000块钱 那这合法吗 这不合法 对 所以条件必须合法 好 最后一个条件成就的判断 来出于诚实信用原则 法律对当事人不当促成 或者阻止条件成就的情况 做出如下特殊规定 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 不正当的阻止条件成就的 视为条件已成就 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 不正当的促成条件成就的 视为条件不成就 看这两句话 啥呀 绕口令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 今天咱们不是上直播课吗 哎 吕多老师 这为了激励我好好上课 跟我说 崔雨你今天上课 是吧 你今天直播间来1万人 哎 我就给你送你1万块钱 哎 你看这叫做一个什么 负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吧 咱们直播开始之前 我不知道他能来多少人 对吧 这是一个不确定的事实 这取决于咱们广大同学 学习的这个热情 好 在这种情况下 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 不正当的阻止条件成就的 这刘老师说 好 这你小子 真想要这1万块钱啊 我疯了 我送你钱 然后到我这屋里 给我往线拔了 是吧 我不但让你挣不着钱 我说你这课都上不了 你这直播间开不开 你能来一个人 一个都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 刘中老师为了自己 不掏的1万块钱 不正当的阻止 1万个人来我的直播间 我们视为条件已成就 虽然他把这网线拔了 但是我们视为 这个条件已经成就 他得给我1万块钱 明白了吧 好 第二个 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 不正当的促成条件成就的 视为条件不成就 啥意思呢 然后我心想好 这个我上课才能挣多少钱 刘老师说 这有1万人给我1万块钱 好 我开始找水军 网上雇的 我妈 我爸 我大姑 我二姨全来了 是吧 给我这直播间刷到了1万人 好 我这属于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正当的促成条件成就 那视为条件不成就 我拿不到这1万块钱 那 明白了吧 好吧 这个叫做我们负条件的 民事法律行为 作为条件成就的判断 对不正当的为自己牟利 行 好 那咱们民事法律行为这部分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然后后面咱们进入第三节 这个代理制度 代理制度 我觉得迫不及待了 我今天准备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例子 要给大家讲这个代理制度 所以我这个很激动的进入这一节 这正好有同学在问这个代理人 被代理人 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咱们在代理人有张图 咱们就先看这张图 那这我偷偷跟大家说 这刘仲老师现在岁数太大了 这个皮啊都这个非常紧绷 那这个刘仲老师最近这个在咨询我 所以你这个有没有什么 这个这个维护皮肤状态的方法 我跟刘仲老师说 我在抖音上最近经常刷到一个这个产品 叫阳胎素 然后呢 这刘仲老师就要打这个阳胎素 那对 然后这个抖音上叫那个 那个谁 四星高尔老师 他不是有一个什么 那个在那个瑞士 什么说自己代言了什么 瑞士的阳胎素 这是可以说的吗 可以说的 这刘老师80多岁了 怎么这个 对 这个刘老师要买这个阳胎素 但是刘老师呢 不好意思自己买 而且刘老师觉得自己欠缺这方面的经验 结果就找到了我 来替他买这个阳胎素 就是想这个由内而外的 皮都张开了 这刘老师 对 所以也这种情况下 你看我 刘仲老师 还有咱们四星高尔老师 就说不说这个人具体名字了 就说瑞士的公司 就是卖阳胎素 这个公司 阳公司 然后我 然后刘仲老师 我们仨 构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 紧密的 两两都有关系的 三角关系 听起来这很混乱 我给你们讲一讲 这个三角关系是什么样的 首先 我作为刘仲老师的什么人 代理人 刘仲老师授权 我去给他采购阳胎素 能明白这个意思吧 你看我跟刘仲老师有没有关系 有 我是他的代理人 那刘仲老师叫啥呢 叫被代理人 他被我代理 他要去买阳胎素 但是我替他买 那好 你看我们俩有关系吧 好了 那我跟这个卖阳胎素的公司 有没有关系 有 有 首先 我要到这个卖阳胎素的公司 我跟人说 我们有一位这名师 刘仲老师要买阳胎素了 为了这个皮都张开了 要买阳胎素 而且 我还要跟他 首先 首先 我以刘仲老师的名义 来跟他去谈 是吧 然后 我还要独立的向他做出意思表示 有很多人不理解 为啥是代理人独立做出意思表示呢 我不是个传声筒 刘仲老师委托我是看着我有这方面的经验 我得去看你这个货好不好呀 你这是不是瑞士的阳胎素 是不是跟人那个思心高华老师同款的呀 对吧 如果不是的话 这不行 我们就要那个同款的皮才能张开 是吧 然后另外我还得跟你讨价还价呢 对吧 刘仲老师看中的我 就是我能砍下来这个价格呀 所以我要以刘仲老师的名义 叫做代理人 以被代理人的名义 独立向第三人做出意思表示 或者说向相对人做出意思表示 明白了吧 这个就是我跟阳胎素公司之间的关系 我以刘仲老师的名义 独立向阳胎素公司做出意思表示 那明白吧 好 这是我跟阳胎素公司两人中间这个关系 那我昨天说了 那他们俩之间也有关系吗 我告诉你也有 咱们这个最终啊 定立的 如果定立了关于阳胎素的买卖合同 是谁跟谁定立的呀 刘仲老师和这个阳胎素公司 直接定立的买卖合同 他们俩承受这个代理行为最后形成的法律关系 也就是阳胎素买卖合同的这个关系 明白了吧 所以你看 是不是我们这仨人 两两之间都有各种各样的关系 在这关系里边 我叫做代理人 刘仲老师叫做被代理人 这阳胎素公司叫做第三人或者相对人 明白了吧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仨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一个三角关系 代理的核心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三角关系 明白了吧 来好 我们来看一下法律上的说法 那首先被代理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代理权关系 这里面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是法令代理 这我说我是中国的父母好像不太好 这个对 这个比如说依据法律规定 而当然发生的代理 那你比如说未成年人与其父母啊 他是有法定的代理关系的 那刚才讲的咱们是一个委托代理 那基于被代理人授权的意思表示而发生的代理 叫做议定代理 与法定代理对应 那刘仲老师授权给我去买阳胎素 是吧 基于我这个刘仲老师授权给我 刘仲老师是被代理人 他授权给我的意思表示而发生的代理 这种呢叫做委托代理 那委托代理 好 然后我们说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关系 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关系 首先行为性质上可以代理实施的行为必须含有意思表示 这是我们法律的一个强制性规定 比如说法律行为还有一定的准法律行为 大家简单了解即可 以意思表示为必要 适用代理制度 你比如说买卖 刚才讲的阳胎素就是一种买卖 那还有比如说租赁啦等等这些都可以去进行代理 那事实行为不适用于代理 那比如说不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 比如打扫屋子呀 什么这些 那他不适用于代理 但是他有可能适用于委托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 这个表格大家简单理解 如果考你的话 简单有个印象就可以了 好 然后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代理人跟第三人之间要怎么样 首先代理人应当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 意思表示 我得告诉这个阳胎素公司 我是替咱们这刘忠老师来的 这么大的腕 来你们这买阳胎素 你都能不便宜点吗 是吧 刘老师用好了 是吧 这个在这个平台上 什么抖音上 微博上给你们阳胎素宣传宣传 是吧 这可能跟这个思心高法老师宣传效果差不多 然后代理人应当独立向第三人做出意思表示 也应当受领第三人向其做出的意思表示 啥意思啊 我是来这看你这货好不好的 我作为代理人 我也得发挥自己的作用啊 看看你这货好不好 看看你这个价格何时不何时 跟你谈一谈 那都是我自己独立做出的意思表示 所以这两句话 大家要深入的理解 好 这是第二点 适用范围上 我们说部分法律行为应由本人亲自实施 如果这个立遗嘱啊 结婚啊 等等这些 这个不得代理 那立遗嘱结婚 这种我们叫做什么身份行为 身份行为 是不能够去进行代理的 那代理结婚 这个你听着不慎头吗 是吧 这是不是有一些这个伦理上的错论呀 是吧 遗嘱也是同理 那身份行为是不能够实施代理的 那 好 然后我们说中间被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间什么关系啊 承受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 那在代理活动中 代理人不因其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直接取得任何的个人利益 在我们这个三角关系当中 代理人跟被代理人不从他那取得任何的个人利益 那我同时说了 哎那有可能 你白给刘荣老师去买阳台素吗 有可能我们俩之间还有别的法律关系 比如说这个法定代理这不太好啊 比如说他委托我 我们两个之间啊 有一个委托合同 我们说合同就是独立于这个三角关系了 合同是一个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所以那个委托行为啊是独立于咱们这一套代理的三角关系之外的 有可能我基于委托合同 向刘老师稍微收点钱 但是跟这个代理就没关系了 由代理行为产生的权利和义务 都应当由被代理人本人和第三人之间来进行承受 好来看一道题 根据民事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行为当中 可以使用代理制度的是 A选项 递结买卖合同 可以吗 可以吧 合同行为 是吧 有意思表示 可以代理 B选项结婚 C选项定立遗嘱 这个身份行为不得代理 整理学术资料 这个打扫卫生差不多 是吧 这个不包含意思表示 也不得代理 但是可以适用委托 所以A选项是一个正确的选项 好了 讲了这么多 委托 刚才也有同学在问航迹 传达 这些 我们在这儿要给大家去辨析一下 但是委托 大家就掌握到 我再强调一下 咱们就掌握到咱们讲的这个范围为止 就可以 不用再去深究 这上面有啥 你这个get啥 理解啥就可以了 那考试的时候 就是针对于这些表述 让你去做一些简单的判断 委托这个如果讲的话 它会比较深 咱们这是讲一个表层 这样性价比比较高的 把这块拿下就可以了 那首先代理与委托 委托呢又称委任 只依双方当事人的约定 由一方为他方处理事物的民事法律行为 首先啊 咱们说委托和代理 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这个委托和代理啊 就是一对这个渣男和渣男 那怎么说呢 委托 刚才我讲的例子当中 刘老师委托我去买阳台素 我们俩先定了一个委托合同 然后我跟他 跟这个阳台素公司三方 实施这个代理行为 是吧 所以呢 基于委托 有可能啊 会产生代理 产生代理 那之后 我们说 委托呢 也有可能不构成代理 比如说 我委托一个人打扫屋子 委托一个人打扫屋子 他 打扫房间 这种没有意思表示的行为 不构成代理 所以委托呢 他也不一定 只一定会导致代理 也有可能不构成代理 另外 我们说代理 只来源于委托吗 也不一定啊 我们除了委托代理 还有啥 还有法定代理 是这样吧 所以啊 你看这个委托和代理 并不是非此基礼 但是呢 他也不是一一对应 就是渣男和渣女 你看有同学说的很好 困了点一份阳台素 行 给自己扎一针 对 所以这个是第一条的意思 那委托本身呢 仅具有双方关系 委托人跟受托人 就比如我跟刘正老师 那如果构成代理呢 则产生三方关系 在委托当中 受托人既可以以委托人的名义活动 也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活动 那如果构成代理 那就没什么好说了 一定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 独立做出意思表示 那所以这是委托和代理的区别 好 看个例子 呃 刘某委托郭某打扫屋子 本例当中打扫屋子的行为 那不涉及意思表示 你说这郭老师多惨啊 刚被那个 刚从刘老师那买了两朵蘑菇 那两万块钱买两朵蘑菇 又给这刘老师打扫屋子 哎呀 不涉及意思表示 这种行为也没有法律意义 那无法适用代理 那 委托是代理的原因之一 如果委托的事项涉及 意思表示 则适用代理制度 那如果委托的事项不涉及 意思表示 则是单纯的委托 不涉及代理 那 好 这是委托和代理 然后 那 我们说一下 代理与行计 行计行为啊 呃 最典型的 大家就通过一个案例去理解 就是什么呢 就是买卖股票 证券公司替客户买卖股票 我问你 大家评论区 咱们有没有 这个 买卖股票的 自己炒股的 有的话给我扣个一 那 你想一想啊 呃 你买卖股票 你是自己到这个上海证券交易所 说哎 这大姐 给我来两股 排队买吗 不是这样吧 是吧 你不是跑到这个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去买卖股票吧 是吧 那 你都是在 这个证券公司的 软件上 去进行的操作 东方财富上 什么大智慧上 或者什么什么证券上 去进行操作 是这样吧 所以通过证券公司 给客户买卖股票 这么一个行为 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行记行为 行记行为最大的特点 是什么 我跟你说 咱们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都是会员制的交易所 啥叫会员制啊 只有会员 能在那进行交易 那你是人家会员吗 不是 只有那些证券公司 有人家会员的席位 所以都是证券公司 以自己的名义 去进行的交易 咱们散户是不能直接 在这个交易所 去进行股票的买卖的 这能理解吧 这能理解吧 是吧 所以啊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行记行为 一定是行记人 证券公司 就相当于这里面的行记人 以自己的名义 去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这个就是行记 最大的一个特点 为啥是以自己的名义呢 人家是会员制 证券公司才有会员的资格和席位 明白了吧 所以他都是以证券公司 自己的名义买卖的 买卖之后 证券公司 以自己的名义买卖 再通过咱们散户 跟证券公司之间的 这个委托关系 结果再转给委托人 来进行承受 所以交易所 证券公司 还有散户 这两者之间呢 本身是一个委托关系 那证券公司本身 他的一个角色 是一个行记人 那行记人在交易所 去进行股票的买卖 这是行记人 那另外 这个我问你一句 这个证券公司 你在证券公司开户 你在人上面 这个交易 人收钱吗 有不收钱的吗 来 有没有不收钱的 都收是吧 对吧 所以能理解了吧 行记行为一定是有偿的 那代理行为呢 有偿 无偿 均可 这个就是行记 与代理之间的区别 咱们就通过证券公司 这个案例 就能够非常好的理解 和记忆 行记行为 好 最后 代理与传达 传达 顾名思义 我一看到这个传达 这两个字 就想起来 那个真魂传的电视剧 是吧 这个皇上来了 这个院门口就一个人说 啊皇上驾到 是吧 这屋里也有一个 啊皇上驾到 然后里边还有一个人说 皇上驾到 这些人在干啥呢 他们在传达 你会发现传达人 他就是一个简单的无声筒 大家这个戏经都开始了 一听到这些关键词 就开始很兴奋 在评论区说什么的都有 开始这个 现在叫什么 真学家 是吧 真魂传的真学家 大家都开始在评论区 各显神通了 那你会发现传达人啊 他只是一个单纯的传声筒 他自己不进行任何的意思表示 对吧 那你这些公公们还进行意思表示 立刻给你斩了 传达人 他只是忠实的 传递 委托人的意思表示 传达人 自己是不进行意思表示的 代理人要不要进行意思表示 独立做出意思表示 以被代理人名义 是这样吧 嗯 好了 那正是因为传达人 他不需要独立做出意思表示 那他自然而然也不需要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小孩能不能替人传达 也可以替人传达 传话嘛 是吧 嗯 还有 我们说身份行为本身不得代理实施 什么叫做代理实施呢 你比如说我想娶一个人 然后我找另外一个哥们 我说你替我娶了他吧 这个我 这个很奇怪啊 这句话 是不是 所以咱们身份行为呢 不得代理 但是我可以找一个小朋友 跟我说 哎 这个 这个小弟弟 这个我喜欢那个姑娘 你跟他说 我要娶了他 这可以吧 是吧 这就是一个身份行为 可以借助传达人传递我的意思表示 这个小朋友 你去跟他说 我想跟他结婚 这是可以的 是吧 但是我不能 哎 哥们你替我娶了他吧 这个 这个伦理关系很错综复杂 是这样吧 那所以 这个不是开玩笑 这就是这个意思吗 代理行为 不得 身份行为 不得实施代理 但是身份行为 可以借助传达人 传递这个意思表示 明白了吧 好了 那咱们代理 给大家讲了一大部分 咱们后面还生一点 还有一个诉讼时效制度 咱们稍事休息10分钟 呃 4点22分回来 那 然后咱们进入代理的下半部分 委托代理和狭义无权代理 表建代理 一会儿见